我叫H,我是一個B-boy 我跳了一個Breaking七年 一開始就是學校的興趣班 有一天學校的組會就叫了協青社一班導師過來我學校做一些宣傳 在台下看著他們做表演的時候 那一刻就覺得挺帥 叫了我兩三個朋友 然後就一起參加了這個班 從此踏上我跳Breaking的這條路 我本身這個人都很自卑 經常說髒話 裝作到自己很強勢地掩飾我自己的自卑 開始跳舞 當你做到一些動作出來的時候 可能你會得到一些掌聲 那些掌聲是你平時不會在學校得到的 回到學校只會被人罵 這樣就給我一些自信心 從而改善了我的自卑的問題 很難忘了 有段時間曾經打算放棄我 那時候 跳舞對我來說變成一種壓力 不是一種開心的事 幸好就是有一群很好的隊友 一直在我身邊 就是不斷鼓勵 不斷支持 他們給到我的力量 真的很溫暖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要堅持 Breaking 在香港的確是難一點生存 可能他們都認定了 他們都認定了 懶兒舞在街上掃地 但是現在 Breakdance就列入了 青年奧運的其中一個項目之一 希望香港會因為 因為有這一點 而去支持多一點 做回當年的跳舞導師對我做的事 我們經常說一句 就是以生命改變生命 其實他在生命中改變了我 我希望之後我成為一個跳舞導師的時候 我都可以用同樣的經歷去 改變回我再接觸的情形 Breaking 這件事始終在我身邊 但是給了我很多開心的回憶 現在我的生活都離不開 其實說得離不開 就算你 Breaking 就是我的生活 基於我所有事情 給了很多自信 給了很多信心 給了很多朋友 然後給了很多不同的經歷 所以想跟大家多謝 Peace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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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